你找我干啥的妈呀 你找我了呀 你妹给你出的主意妈呀 你妹妹的妈出主意 妈看你妹哭的挺伤心的 不管咋的 还有一次 原先不是有那个那哈嘛 完了吧 咋说呀 叫妈也没法说 还是这样 瞅了也挺可怜的 完了吧 你妹哭啼啼的 我说不行的妈 叫杨大回来 杨大也不回来 咋说去找他去 我带你妹去找你去 你可别添乱了 妈行吗 你添什么乱呢 她哭啼啼啼我呢 那时候她管我呢 妈呀 你怎么糊涂呢 我跟你说呀 妈呀 妈也不是糊涂 妈看还挺可怜的 那我可怜的是我呢 我可怜的 你咋不看看呢 我这事儿 妈 我这有有主见 我我 你真是什么 啊 帮你洗个衣 帮你做个饭 上你的哭两个鼻子就就那哈了 那妈都受不了了 你又 你又心眼太软了 你啥你都受不了 我管你妈说啥 我管你妈说啥 我跟你说 我就是说 到你最危难的时候 人家美丽一下 陪伴着你 带你去医院看病 这是啥 这就叫嫩情 知道吧 你作严吧 作严你不能忘本 你知道吧 我知道吧 他干啥去了 他干啥去了 到牛尾那时 有毛病他的瞅不瞅看不看 现在哪呢 我从我的看我都通不过 报告你 你就你一轮决定 听吗 我是我是喜欢美丽 听吗 他咋哭哭哭哭也不行 你真是上午男嘉宇去了呀不 巴扬 你怎么说呢 来的 来的不行 我 我看我跟你说 我不是说那啥 研吧 透过线线看本质行啊 研子 什么 嗯 用 那时候帮你 这只眼 抓着皮 啥用啊 对不对 如果在为那时候他去看你下来 这罢子凶下 要是不同意 咱讲话咱 那讲话对眼睛怎么玩的 哎 用咱不报那讲话的那咱是不是 这眼波哪的眼睛没的切了切了条条的 怕 怕你这太卡了 你找个信号好 你找个信号好点 爸你找个信号好点太卡了吧 你找个信号好点爸你太卡了 就好了 这太卡了 太卡了 这回不卡了你找个信号好点地方 太卡了 这卡了 这个好 不卡了不卡了不卡了 报告你即可你即可决定你老大不小的这情况下 即可终生大事即可说帅 不能听你妈的听到 不听你不能听你妈的 你验我你你验我美丽好你要话你如果他好好处 是吧 你跟他就形成合作 好啊 好好处 但愿你你你你你好好能能成为夫妻的 爸这话 我的我心愿我一情况下你你要取悦他咱就说 是 可以说烧抵抗的出乡咱是最大的恐恨了啊 我知道了 你即可天队 你即可天队 不能听你妈的 只要你 你在严生之后他要我他行 你就必须和他好好处 行了 爹妈不能跟你一辈子 爹妈不能跟你一辈子 你必须 你他要他行你跟他好好处你你你你过一辈子 医生难找知己啊 嗯 困难时困难时要还帮着你 这就难得呀 知道吗 切里条条看你去了 我知道吧 你没你没带好带好他没看你去 现在哭哭啼啼找干啥的 是我妈就看不明白这件事 你找干啥的 现在你后悔后悔有啥用的 你下次要爸我说句话啊你下次的话里面的去咱家去的话你跟你妹就说清楚完事了 就不要上咱家去了 是不是 我这个 不是不是说 他这样人的 你说他透过线线看本质 他这本质都不行 耍主题没有用 我跟他说了我说看不上你下次你红来了 你叫你叫我妈吧我妈我妈的心吧他软 是吧他他事的看不看不透 你跟我妈说 软不软的 软的就跟你说软不软就是一啥呢 你你现在呢哈 现在你请我问 你昨天晚上看我直播了吧呀 我看着呢 你说说我啥吧呀 啊 他我说我他说我长得可以长得老 啊说说我那哈是我陪这些都活该 直播间所有人都听见了把你看着公平了吧 大伙说啥是不是听见了 那个 说还不是我看你直播说透过线线看本质这不原型被漏了吗 他啥呀不是原型被漏了对不对 昨天我站我直播间他他就他就他说完之后挂把我挂了吗今天上传家找你了 有的必要没有的必要吧你这不就你明显就就搅和我和美丽不像在一起好 你怎么办呢 是在我哪不明 你早干啥了你现在我说我看不上你你甭来了 你这样哈你 你困难时候你你你你那不你那没去找我 找我儿子现在情况下你美丽去了你还想在什么玩呢 我说我不同意 我上次八九的晚上我跟他说说很清楚直播间数字都听见了 我抓了跟他说的很清楚很清楚了 我说我拿那时候躺病床的时候你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你都没来看我了 我说美丽来说但是那天他给我连麦 他给我说句话 美丽上你去了我我没法去去 爸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说的话多难听爸呀 这直播间昨天晚上将近一万一万三千人的听着呢 爸你知道多难听说的话呀 那哪是哪是 但凡有一点良心爸他不能跟他说的话 是吧是吧 你确实决定 爸我跟他已经分开半年了吧 分半年了爸我说我说实话 你儿子已经分了半个半年了 就跟他已经那么任何关系没有了 我说我我当美丽面前我说清楚爸没毛病吧 是吧 这那这那说 他我的说 你要你说 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儿子没啥了不起 你别追了 对不对 我穷厚的穷压 我 我也不用你 不用你追 我实在搞不着很大棍的 我美丽的讲话 不过哪的 心里迢迢的 我大愿你将来能成为夫妻 你不会成为夫妻 成为自己 成为朋友 咱也高兴 对吧 咱也幸福 是我爸我知道 所以说我说你 我说说我叫我妈吧 不要参与这些事情 是吧 打电话我妈说了我 我说这事妈你不要去管 我说我 我说这事 我说你不是上男家的 你就哭两个鼻子 上去找你了给你起一桌饭 又怎么怎么地怎么地了 那昨天晚上直播间说的话 我说妈你没听见 那多难听啊 昨天晚上给我气没法美丽 爸你美丽的 你就爸你说你没说你美丽啥呀 前天晚上说人不要脸 爸你知道吗 给美丽职业弃走的没都没在直播间没搭着直播间我就直播间一要钱一万我前天晚上一万五千人 大伙传看着美丽职业走的办是吧 你去办你就这样的话他上男家来回捣乱的话 你上男家就你你说美丽怎么够在一起合作 爸呀 是不是爸 没法在一起合作 我说我说告诉他你 你现在现在美丽打电话 打到老程之前的 没准就跟你们打电话了 你说这个 你说没法没了 爸你说我们俩这几 没法没了爸你说你 我们俩咋合作 你儿现在啥情况你最清楚吧 是吧 但是严帮咱合作的话 爸我现在有 出人 我直播间有点流量 我现在在做的 真的带货 大伙都知道 但是但是爸你想一想 严格仁投资金帮我收的商货 我们俩合作的话 我直播间进入这些人 他不来我直播间没这些人 爸 我告诉你 你别听你妈的 听了吗 小孩的 只要你进 因为他行 你就跟他好好处 对吧 谁不能听的 我告诉你 那里面从我这干的 我根本我都不 我都不同意 这说起来话的 你得行 你年轻爸这道事的 你那以后那个 路要路长着呢 知道吧 这头都白了 不严一样 怎么头啊 胡说白了 白点白点 道事的白点 好 却黑头 不年轻的吗 我 我跟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 你你那哈 你你你你你你你回这个眼下来 或者我都你 我那我给你那哈 北京那个你去旁边去眼下来 这都白了 都白了 白了 头都白了 我告诉你 报告你 医生当中你因为他行 他 第一是 本质好 第二 他不嫌你穷 他因为你行的情况下 只要你 他你长得丑他因为你准 你长得黑他因为你白 黑是 黑是劳动员们的本色 知道吗 丑俊那是其事 主要一个人这个 品质 道德好 这是真正那个 好言 什么叫好言呢 话说柳说的说和做不一样 你 心口不接通 你能你教他教透了吗 你根本教不透 你不过哪地 千里迢迢你到威难时 你跟爸和妈都去不了 你美丽上你看照你 在医院陪着你 这就是你的骄傲 知道吗 这是你说是你的 咱家的就是 虎犯咱家打一眼 知道吗 不能忘年家 你忘年就等于忘本 是吧 什么什么叫到追无一难时候 无论谁 他帮你吧 这就叫男人知道吧 知道吧 过去不说那话 说吃水不忘他的女人 这说这就是一个 硬的道理知道吗 我知道吧 人生命最宝贵 你到无一难时他帮着你 你永远不能忘年家 对吧 不能做夫妻 还能做自己 我就是我跟他在不在一起 罢子我说实话就跟美丽不在一起 但反正罢战也不会也不会打 商业的罢 也不能忘年 我为啥我跟他里面说清楚罢罢 我这事我必须跟他说清楚 我要不说清楚的话 罢子脚会一起的话 我跟你说 我妈心软 没啥事给我打电话 是吧你跟我妈说说 爸明白吗 你跟我妈说一说 你因为啥呢我不想这样 你你也美丽的 到来的大云大人 跟我合作的话 他天天中中种种搅和 你搅和吧 你知道什么 我们俩今后就走不了长远 爸你知道吧 我们俩走长远不了 他直播间 直就直播间直接说就说美丽 直接不要脸 啥话都说呢 那话都给美丽说 说的话 给那给那工人挖挖挖挖 给那大兼职做是吧 第二天要走回北京是吧 人临走爸你说 您找还给我扔一张卡 还扔了50 叫我这个收山货你看 你看看怎么的 说杨哥不够我的给你拿吧 是吧 对吧爸呀 所以你你这你得要珍惜知道吧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爱个姐们昨天晚上扬着直播间六千七百五十一人 昨天晚上你们都看见了吧 是吧大伙是不是都看见都听见了 听了爸我我当他面说的爸你知道吧 我当了面说我必须当面对峙吧 三个人不当面对峙 爸我跟你说的话 今天就连美丽就回北京了 不能够在一起合作的 明白 我男的时 你据我话 我男的时就你说的话 他根脆都没在乎我多难 就嘴上说 实际上的根脆没有来过一世看吧 我上哈尔滨上东北 外大米哈尔滨卖红肠吧 我就那么难 爸你说吧 我那义务的店 我干了五十五个吧 你想想那义务店他走时连一声都没说 那所有的所有的客户来来这边的喊的话 都奔他来的 爸你说吧 我为啥把门关了 他心口无解冲 爸你想一想爸啊 我跟他生日花多少我花了将近小一百 我跟你说爸我对他可以了 我昨晚为他当面的说我跟他讲理爸 我不是不讲理 你儿 我跟你说从小到大随你就东北话随根 就随你咱讲理 咱不是不讲理 我跟他讲的这些事情 我说咱俩并不好了 对吧咱俩不能做 咱俩不能作为夫妻 那咱俩做朋友 对吧咱俩当朋友出发对不对 我那说很清楚了 直播间书呀 我是不是说的 我心明气和的说的 他他个好 啪啪啪啪一动我怼 怼又说我 现在又又没有 现在又没有能哈了 又没有没有这个名了 又说我现在啥都亏了啥也不是 又长得黑又长得老 是吧年龄又大 他什么话都说着 美丽的话在直播间 他出去他不他要在直播间 爸你说 你昨天晚上你行 你能从这呆吗 你不可能从这呆的 你明白吧 你一天都不能从这呆 别说跟人投资了 别说跟人投资买卖了 那你儿起步的话 爸你他来我直播间 你这想爸第一天一万六千人 第二天一万五千人 第三天一万三千人 点着点了两百多万 就林妹他来我直播间也没大流量 爸你说 言对话这些叔叔阿姨都喜欢美丽 你想爸你无形当中 我直播间我本身我干带货的 爸你无形当中把这流量给儿子做下来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爸你想一想 研究帮咱收山货弄这些东西 你想爸说你我上哪去找的 爸你别听你妈的 你说你一样我一行 你一个人决定知道吧 延伸这条路上 讲话的 你一样我这行的话 谁说 谁说啥 你有一定智慧知道吧 你用讲话的 林妹他带老乱 你就不能跟他 长时间纠缠 纠缠不解 知道吧 我这个我这个 爸你听我说下次来上人家去 你直接跟他谈明白完事了 是吧你能讲明白吧 我这个坦白的这个说的 是吧就别上人家去了上去干啥的 闹嘴巴拉的 是不是啊 你不你就不跟着你爸你就别的你就跟他直接说明白了 你说我你俩找着在一起分开了 你现在上我们家纠缠 这些事情 我和你说话 爸你又直接的说这些事情的话你你不要 去参与了 对吧你这样的吗 没头没脑的你当初的话你跟你你抛弃我儿 是吧你现在上我们家来找我你找我们老人口的 我们老人口做不了主 就直接把话说死了 行吗 我都跟他说我直接的说我说我我根本我都看不上你这 你就你就干脆就别来了我都跟他说 闪明观点的都 我妈给我来卖说你没你没说哭哭啼啼的 又这呢就这呢就这啥的又洗衣给做饭的然后又请假去的 有必要吗 就没有必要了吧 你现在哭你咋干啥来的 现在哭 我 我儿子 我说现在那啥是 那个 现在我儿子 美丽 看我儿子你着急你着你干啥去了 啊 现在跟 我儿子长得丑我长得黑我清我下去 你你你找好的去吧你还纠缠啥呀 这不很简单呢 对不对 你美丽着你 你还是个纠缠不结的你 你是你是干啥呢你 你就不用担心了吧行吗你跟我妈说说啊 我妈不是在旁边的吗 谁是你妈谁谁说的不算 我跟你说我都 我美丽着我我同意 谁没我就不同意 你几个决定啊你几个 我知道吧 你跟我妈你俩也别吵着啊 别用我这事你们了两口吵着啊 你说怀疑不怀疑你说 你他没他没脑子你说 行你跟我妈出去住个身体完事了爸啊 你跟我妈都住个身体行的 我这就 你沿上这道路你还藏着呢 你又为他行 各方面都行 你这就一个 几个决定 谁也不听 知道吧 爸支持你 行我知道了 你现在 现在情况下呢 他就反省你的 这东西 爱 爱一个人 不是他趁你一万富翁 七万富翁爱一个人 他主要 你 你 你过去不说的好吗 说 你要饭他给你跨口 兄弟 你看你 吃他燕菜他不嫌弃你 你到危难的时候他能 丑能看你能照你 这是这是什么 朋友叫自己 夫妻的话 就这样能丑能看你 这是 这是什么玩意的 你医生当中你 你他本质你没透过线线看本质 他本质你都不知道咋 现在我昨天看 说说那什么玩意的 说这个圆形被漏了 以前就是 啊 笑面糊笑着脸上 现在不彻底露出了那么真真面目 哭闹 一哭闹有时候 用不啥过呀 你当时你没几个没做到 对不对 行了爸我给你说了 爸呀我不说了爸 我去我这边那盘 那个美丽我去我去看看吧 你看看人家 爸爸 和你跟我妈多住点身体吧 对不能 你不能做夫妻爷爷做个自己 做个好朋友知道吗 我知道吧啊 我不你说了吧 得好好的得好好的他处 好了吧 爸爸就知道我挂了吧啊 我去看看他吧啊 我拿手机我去看美丽的啊 我直接我我直接拿手机 我就不挂了啊 现在那个直播时长不够 现在是 一个小时58分钟 老公姐我直接拿手机 我出去我去找他完事了啊 好不老公姐吗 他没在院子他听不见他没在院子里头 他没在院子里头他在院子的话他就听见了了他没在院子他出去了是吧 峰你那个美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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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美丽也没在院子里头 打电话呢 他打电话呢 收拾你们 谁打电话呢 听一下里面的喇叭 看着在我住屋里面 这边收拾了一个 跟那林妹的妈妈打电话呢 等一会儿他进来吧 跟里面的妈妈忙着 在这门口呢 收拾你们 我听得说上吧 我听得说上 哎美丽 怎么了 我看 没有 里面给打电话呢 没有 我妈给我打电话 你妈没打电话呢 你在干嘛 对对我直播呀 没对你直播 你上炕朗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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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林妹打电话就行了 喂妈 喂 妈 喂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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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边上呢 在边上呢 你好阿姨 小杨你好 阿姨跟你说点事哈 把你说阿姨 阿姨 以前阿姨在行程里面 非常的不错 阿姨也知道你的围围 你看阿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该做的事情也都做到了 店也把你卖开了 林哲在外面摟后 老后都是你帮他解决的 阿姨在这里表示感谢 没事的阿姨 都过去了阿姨啊 既然你跟你妹也没这个缘分 阿姨也祝你以后好好的 你妹打电话回来说 美丽去云南找你 你和你在一起 阿姨也知道了 美丽也是阿姨成小养大的孩子 她姐俩从小到大 关系也非常好 美丽成小到大 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浪子里面 美丽这孩子也非常懂事 没事的阿姨啊 阿姨你没事你不用担心的啊 阿姨年轻的时候 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我和你叔叔一起 营养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美丽 再后来 嗯 再后来几年就有了林妹 但是阿姨成小到大 对美丽就跟亲生闺女似的 美丽也从小懂事 也要强阿姨真心希望 你们两个人一起好好的相处 你也别嫌弃 不会的 不会的阿姨 阿姨也跟你妹好好说 你俩 不用为这些事情硬了烦恼 好好好在一起干 我知道阿姨 你放心吧阿姨啊 你不用担心啊 美丽在那边你放心的了阿姨啊 那我放心的哈 你也多注意身体阿姨啊 嗯好的 好 祝你们成功哈 好了阿姨啊 好好好 拜拜 什么情况 走 你别哭啊 怎么你还是阿姨养到的 怪不你没跟我说好几次 说完到里面说了 还真是超纯饪 尤其是 放到风能放 你没理解到多水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妹的母亲一直是非常善良的 但是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今天 对 刚才你们听见了啊 叔叔还有姐妹 林妹母亲特别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但是我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是从小 阿姨给你包大的 你别哭着 没事 真的阿姨太伟大了 公平的叔叔阿姨能打的阿姨太伟大了 我还没想到 阿姨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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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了 哦 阿姨太 没四 我都不了叔了压 wis snow 没事了 喂 要不下播吧 啊 啊 再用一下吃过饭去吧 他总不能跟咱俩是要成年吃那个活泡头 但是听不完呢 我晚饭也没吃了呀 行 你还去吃过饭头头气 想直播间郭姐嘛 说来嘛我不先今天吓不过了啊 你别哭啊别哭啊知道 没事没事没事 我知道你心里坦的时候 今天我突然间说这种情况 说来嘛没预约点预约完事的 好吧老婆姐嘛把预约点一点 我明天牙肉给你直播吧 我带他出去吃点东西的 我要缓关心态 我也不知道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 我今天就不直播了 刚才是那个大伙都听清了吗 说来你们知道 今天我们下播了啊 好不好老婆姐嘛 行吗说来你们 下下不打下不打 没关系的没关系 我平复一下没关系的 嗯 你们可以把那个 左下角预约预约预约一下 明天我们会真的 没事没事 都过去 我都不知道怎么输了 嗯 我跟他说 嗯 你们不用为当心 没事的 没事的 感谢你们啊 对 等一下你们点到100万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下播 嗯 没有左下角没有点预约的 可以预约一下 我既然已经选择做这个事情 跟杨哥合伙做这个事情 我肯定会坚持下来的 可能 第一 做这个事情嘛 可能 我是新手 可能 要好好学习一下 在直播间可能 就是 做的不好 也请你们多多包容 没事的 没事的 我这不都好好的吗 嗯 嗯 感谢直播间哈 今天感谢直播间 已经马上快 期间多人 那感谢直播间 那就是 为我们留版的 做数据的人 为我们 感谢你们哈 加了粉丝灯牌点赞粉丝灯牌的人 包括今天点赞 明天把那个预约的话 可以把直播预约一下 对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会每天越来越好 嗯 好那一百万赞了 我们就下播吧 叔叔啊一个节目 我们就下播了啊 拜拜